我扮張小晴是要喊兩個 衛生棉條在嘴那個臉夾 跟那個邰哥對嗆的時候 我一度噎到 蛤 是的 張小晴現在又不一定 這個播報一直的行為 就 我們那個節目是LIFE的 想說不行 我要撐住 我就把它吞下來 然後就說 好了 然後吞下去 咦 小優 憲哥好 典哥好 LuLu好 全國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優 小優好 妳的代表作就是張雅修 對 因為其實 我是看了 我是覺得還滿像 對 因為那個時候 我其實在大學生的沒出道以後 我就有被簽下來 可是那時候本來覺得 好像可以幸運看長的感覺 到後來就是 有時候去公司 然後他們就說小優來領薪水 然後一個月才三千塊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辦 然後可能都已經打算就是 辭掉演藝圈的工作 去當服飾業店員 因為那時候我有開個服飾 有 對 然後一直到後來就是公司說 好啦 那既然就是 你都沒有工作沒有試做 你就去那個燜鍋好了 那時候就去全民大燜鍋 對 然後就去那邊 一開始都在旁邊看喔 還沒有角色喔 然後看著點哥 他們在上面直播 然後後來有一天 製作人就說 小優你回家去看一個主播 叫張雅琪 你就去揣摩 然後可能 後天的直播你就要上 那個時候製作人就是有點覺得說 如果你這個角色起步來 你可能以後也不用了 也沒有機會喔 對 但是就是要有這種形態 無尊也是一樣嘛 我跟你講 你要把他當成最後的 自此地而後生 而且我那個時候我印象深刻 就是製作人 他跟我說 無尊你去抓一個角色叫 林宥嘉 對 怎麼 你自己試 他就說 對 他就叫我去試 去抓那個感覺跟神韻 我就好 我就很認真的去學 去揣摩 我那一整個禮拜 只聽林宥嘉的歌 然後我就很興奮覺得 太好了 我終於有機會可以上台 就 當天我站 你站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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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我們在那陣子失業 對 那天我還第一個 拎著包包 拿完 真的 拿完 我帶頭先往前衝 結果就沒有了 就是我 宥嘉那個角色 就沒有 你有什麼角色 看失禮 超水 哇 塞人的 綠川 太塞 所以練了老半天 那個就沒了 對 這個張雅琴 該不會也失禍 沒有 好險我沒有失禍 第一天要上的時候 我還知道我要跟 壓力之大 之大 而且因為 台哥是不跟你Re的 我們就會 前面都會先站到旁邊說 台哥那等一下那一段 我們才知道 台哥就會玩他的 Candy Crush說 好 好 他都沒有在理你這樣 因為台哥是隨性 Freestyle的那一種 結果你知道我上台前 因為我們辦那個 有些辦相 是要含衛生棉條在裡面的 有 我辦張雅琴是要含 兩個衛生棉條在嘴那個 臉頰 對 才會鼓鼓 因為臉太消瘦 結果就在跟那個台哥 對嗆的時候 我 是的 張雅琴現在要不已經 這個播報意思的性位 就 就 破壞了 整條吞下去 我們那個節目是 賴伏的 我差點要死亡 可是我為了 我就是 在看到那個跑馬燈的時候 想說不行 我要撐住 我就把它 然後 吞下來 然後就說 好的 然後去 吞下去 對 因為它是剪半的 然後我就跟台哥 嗆完那一段 等下廣告的時候 就是我們不是說賴伏 進廣告 我剛剛去廁所吐 唉唷 好棒 有這一段 我差點要在攝影棚 因為吃 應該也是第一個人 邀嚇 但這個就是我的代表 沒關係 沒關係 一切都走過來了 我還是認真想要來問憲哥 因為畢竟在演藝圈這麼多年 我覺得現在就是 剛剛被叫老妹 我真的也是承認 對啊 因為現在你看 有時候看到那個 名單都拍出來 你就知道自己就是 大概是 數一數二老的 對 然後現在就會發生個狀況 比如說我們去出外景 拿到這個通告表 今天那個分兩隊進行 要幹嘛 A隊去幹嘛 B隊去幹嘛 我就被分在A隊 早上先泛舟 喔 好可怕喔 然後那個什麼 還要先 就說今天錄影的那個 你要自己負責任喔 我們為了賺錢就簽了 然後中午還要去 放完之後還要攀岩 然後我其實很怕高 然後那一天外景好硬喔 錄得好硬好硬 這時候就是 剛好中間有個休息時間 就滑一下手去 看一下B隊在幹嘛 B隊都是嫩妹 就是大概出道兩年的那一種 他們來 早上在按摩 我們在飯的時候 中午他們在吃火鍋 我們在攀岩 然後這時候就覺得 怎麼連手加這麼多 我們不都就是 很努力在為節目付出嗎 這時候我又 一個工作人員我比較熟 謝了 我不是 衛生棉筒 衛生棉筒要做妳 要不要褲 需要給妳的時間嗎 又吞進去 然後這時候中間休息時間 我就跟一個比較熟的工作人員 就說那個 我聽說那個 我想說開玩笑 我說那個B組好像在按摩這樣 怎麼那麼好 下次也可以拍我按摩這樣 用一種開玩笑的方式 工作人員居然就忍忍的回我說 這個很準確的 OK 就覺得好像我們被否定了 就是一定要我們做這種苦力活 然後我們在那邊 就是好像很慘 這樣觀眾才喜歡 可是就會覺得 好像這樣子有點 對啊 是不是這樣 那妳心裡面有什麼疑問 想問我嗎 太多那個新妹出來了 然後新妹背出啊 那個 胸部都放在外面 然後跟他們尬 我可能也尬不過他們 這邊也有放在外面 有嗎 對啊 老妹尬 我懂了 就我們這些老妹要怎麼 我今天這句話 直接把妳胸口這個鑰匙孔給打開 好 憲哥我仔細聽問 各位仔細聽聽 好 誰 老妹的原因是因為妳 很棒耶 各位 新妹在按摩 這個攝像出賣完畢 完了以後 下一陣就沒有這些新妹了 又換新妹來 老妹依舊在 老妹還在 這道理喔 後座好厲害喔 很感動啊 憲哥 這句話有互動 對 人家說有心情互動 我當然知道 那以社交花落而愛運 我因為妳的外貌喜歡上妳 那妳年華老去 我就不愛妳 也是合理囉 如果妳看 哇 好像人家人生 50年 100年的人生 供在那邊 但是不要擔心 每一鐵藥裡面 都有甘草 哇塞 對不對 甘草重要的 厲害 甘草 好感動耶 所以我們演藝圈工作 對不對 高峰彈跳 不會真的要妳去死嗎 對啊 都有綁線的啦 都OK啦 都綁線 廢話啦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線啦 要剪掉嗎 都要先檢查 要檢查啦 對啦 有綁才可以不綁 那個人不綁線 要綁好 是不是這樣 所以妳這樣不是解開了嗎 妳想想看 妳看一看 想想看 五年前 八年前那新妹 金何在 這樣想是不是很爽 好像有 因為是我們這些都還在 她那天只在氣出她新妹 也沒有被按摩 一路配臉到高 妳知道 真的還會有 還會有藝人說 不想要跟我一組 因為都特別累 每一個人都有她的這個 業務擔當嘛 對不對 那妳的擔當就可以持續存在 對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這一路走來呢 就是十幾年了 可是我就是覺得說 好像這一路走來 好像慢慢 就大家爸爸定位成 女丑嘛 諧星啊 可是其實 外型的問題 對 可是其實我在初期的時候 都是有在主持的 像我也有主持過跨年 很多尾牙 誰想看 各種 對 加油 不得了 快結束了 再撐一下 對 大家體諒一下會長 怎麼會有心弧的聲音跑出來 體諒一下會長 他剛剛講那個老妹 他還請 不是感覺很失誤 憲哥 已經她極限了 剛剛那個不是我講的 我剛剛覺得心靈驚他 我剛剛有一點 那個話才被你講出來 真的啦 真的啦 這是什麼 好爛的體育喔 好爛 那個是我的心弧的聲音 好 我們原諒他啦 怎麼突然餵食到地獄 不好意思 反胃喔 就是我可能就以前有滿多 主持的那個機會的 可是我會慢慢就減少 大家就會把我定位說 小優就是只會搞笑 直到有一天我可能遇到一個經紀人 以前帶過我主持那個尾牙場 她就說 小優 妳其實真的很會主持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不找妳 因為大家都定位妳 就是只是綜藝咖 妳不會主持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就沒有機會可以 像以前那樣接到很多主持機會 我跟你講 廣直福田 妳要從哪裡 開出一朵花來 沒有人知道的 對不對 對 所以無所謂 此處不留爺 只有留爺處嘛 對啊 多虛 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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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